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不太多 一定要步伐能简洁明了简单是最好的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后场的进攻手段太少了 只会中伤 然后第四个什么 就是在挥拍的时候 他的左手没有参与整个挥拍的活动 因为在挥拍的时候 左手的参与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之前那个手在这边 我们看一下他经过一个月的训练之后 他也没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一个来看 好吧 两边超往前的啊 姿态 先来随便打一桶 随便打一组啊 弄好准备 好球 对 来 很好 来 来 来 被动的 来 被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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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好球 还可以 还可以 还是 还可以再紧一点 腰腹要收紧 就整个打球之下不要乱起 腰腹收紧 保持这种内收的感觉 走吧 来看看你的后场 加速要做出来啊 准备 直接后场啊 来 走 好球 好球 变速要做出来啊 来 好球 好球 来 两边来插一下对角啊 很猛 很猛 不行不行 没要好 不法不对 对 简单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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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来 踢对角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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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杀几个啊 左手一定要注意啊 中杀的左手一定要注意 劈队脚一样 劈队脚跟杀球一样啊 劈队脚左手还是卡的 把劈队脚做潇洒一点 像杀球一样 来 走 对 好来 杀两个 对 很好 这个左手可以 很好很好 训练成果非常不错 技术就他们那么急啊 懂不懂 那比比赛比的什么呢 还能力啊 你们这个比赛 你们这个连接 很大大大 那这个能力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跑步啊 练力量啊 这是自己要练的 要坚持 肯定会很苦的 等你考上就好了吧 就是他跟我们练了一个月了吧 就是解决一些问题吧 但是呢 怎么说 因为毕竟是有很强的训练基础 所以说呢 解决问题起来相对麻烦 他不如初学者比较容易 他解决一个问题要好长时间 因为他打了很久的球 所以说呢 很多初学者 你们不要有压力啊 就是你越不愧 我们才能够教得越好 对吧 杨胜大特铀宾学院 欢迎你到来